在页面上的一块试图 你可以去滚动显示它里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使用ScrollView这个组件 来包装一下这块试图 你可以去设置这个滚动的方向 可以去配置滚动的行为 还有添加一些跟滚动相关的一些事件的处理等等 这里我们可以先用一组ScrollView这个组件 去包装一下前面我们添加的这块试图 选中这块代码 编辑器上面安装了iMac的插件以后 我们可以使用Ctrl加W 然后输入这个包装ScrollView 在这个滚动视图里面的东西可以垂直滚动 我们要添加一个Scroll-Y这个属性 把它的值设置成True 允许这个视图横向滚动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Scroll-X 然后把它的值也设置成True 这个滚动视图需要一个固定的高度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去添加一个Style 在组件的上面去应用一点样式 用Height去设置一下它的高度 大小可以设置成180像素 现在页面上这块视图就可以垂直滚动 显示它里面的内容了 Scroll intoView这个属性可以去指定 当前滚动到的那个元素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这样的属性 它的值是一个字符串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绑定一个 来自页面的初始的数据 名字可以叫做CurrentView 然后再去设置一下这个滚动视图里面的 这几个组件都给它们添加一个ID属性 这个是Red 下面这个是Yellow 最后这个是Blue 再打开页面的主逻辑文件 在Dana里面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CurrentView 可以给它一个初始的值 比如说先让它等于Yellow 保存 你会发现当前这个滚动视图显示的就是Yellow 这个值我们可以动态地去设置一下 我们先把它设置成Red 再回到我们的视图 这里我们可以去添加几个按钮组件 用的是Button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Red 然后再给这个按钮去绑定一个Tab实践 实践处理的名字可以是SightScrollView 然后可以在这个元素的上面 再去添加一个自定义的Data属性 这个属性的名字可以是Data横线View 这个按钮的DataView的值是Red 再添加两个这样的按钮 这个按钮的DataView的值是Yellow 按钮上面的文字也是Yellow 下面这个DataView是Blue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Blue 这个自定义的Data属性的值 我们可以在视践具象里面找到 回到页面的主逻辑文件 先添加一个按钮上面用的那个视践处理 名字就是这个SightScrollView 接受一个Invent的参数 里面可以去用一下This的SightData 这个方法去设置一下 页面上的一个数据 要设置的就是CurrentView 把它的值设置成发生Type 实践上面的元素上面的 自定义的那个DataView 这个属性的值 它的值是在Invent里面的TargetDataSet里面 名字就是View 再给页面上这几个按钮去添加一点样式 要设置的是Button组件的样式 给它们添加一点外边距 大小是8个像素 然后我们再回到开发者工具去试一下 点一下页面上的按钮 这样的会滚动显示对应的元素 注意在WXML这个面板上面 滚动视图上面的 ScrollIntoView属性的这个变化 还有这个ScrollTop属性的变化 滚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它 添加一个动画效果 在这个滚动视图上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 ScrollVizAnimation 把它的值设置成True 这样在滚动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动画效果 感谢观看